每一筆都很有口 我很負責任說我不知道 我完全不知道 因為檢察官在查 其實你說這個東西 查什麼咖啡包 什麼一大堆 其實那個細節上面跟精華層 相對有沒有關係 就是說這可能是政治獻金案 或是裡面的一部分 木殼裡面的一部分 但你看李文娟跟柯文哲 不是有揭露那個賴對話嗎 但李文娟一百五十萬交保以後 到現在呢 那李文中當初是證人 對 後面改交保 第一次無保請回 第二次兩百萬交保 第三次押 擠押 那回過頭來看 其實檢察官在查什麼 當然政治獻金裡面 不管是到黨中央 或是到柯文哲 二零二四年的政治獻金 他們都在查 他們都在查 但你查政治獻金 政治獻金裡面 他可能是金流的一個模式而已 不是完全的模式 他不是只查政治獻金的部分 那最近你有注意到 一個檢察官不予 不予評論 不予證實的一件事情 就是四千三百萬商辦的前屋主被約談 被約談 那買房子很清楚嘛 我把錢交到旅保的建金公司再匯給你完成交易 不就整個交易不是理論上就應該結束了嗎 那為什麼還要約前屋主 這個交易的狀態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柯文哲可以買到最高價 中間有什麼問題 中間有什麼問題 你看檢察官對四千三百萬的支出 最终是否真的到这前屋主以后 就没有其他的金流流转吗 所以你看检察官在查 他不是只有一个 简单的政治现金的部分而已 不是只有政治现金 当然你说政治现金的突破 可能是朱雅虎李文中里面 大概里面最麻烦的是 但是其他的事没有那么单纯 并没有那么单纯 你可能说木可也好或是什么 那可能里面是否跟金华城有直接关系 因为金流贯穿了政治现金案 贯穿了金华城的案子 贯穿了几个基金会的可能性 跟众望的可能性 所以他一并都会查 一并都会查 但你看得出来 第一个我刚才讲政治现金 是一种模式 那是不是房子的交易 有没有可能是另外一个模式 那另外就是海外账户 海外账户里面是从哪里汇出去的 其某种程度上检察官要去查香港澳门的金流 其实是相对困难的 因为那个基本上都是中国在管 中资银行根本不会让你查 中资银行不会让你查 那另外我们常说赌场是否成为一个管道 那赌场呢 基本上他也不会让你查 基本上他也不会让你查 那所以你看到那个 要透过那一个海外金融在查 他一定是查所有相关人可不可能有开户 而这个开户里面的金流会不会来自于 这个我们检察官很难查 甚至于说几乎查不到的地方来源 其实都在查 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 有初步的突破结果 那其他还在查的过程当中 会有什么突破 那又是等着看的事 所以检察官里面在金流沟积 整个查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全面性的 没有那么的 我们所看到的这么一小部分而已 你另外我们看还没有看到的是 众望里面的那一块钱是怎么浮现 我们还没有看到 新故乡是约了一个顾问 是约了一个顾问 那顾问里面 他绝对不会因为领了竞选总部12万 就要被调去问 一定有其他的事 那这其他的事又是什么 因为如果他有操作一部分金流的话 那最终受益人 是新故乡还是另有其人 这都是检察官在查的哦 全台决屋仅有 正论妇女党上公 上一波 好 活仓功法的奥义呢 就是全身而退 取而代之 所有的小场要七点半上班 林桃给五七点半给你清水吗 感谢支持 全台湾最欢乐 这是含金量最高的直播政论节目 狠狠抖内幕 收视狂开红盘 网路播放量突破千万次 现在我要发出奶粉召集令 周一到周五下午两点到四点 红奶鱼 奶球一起抖起来 什么你下午的直播没有关上 不用怕 晚间十二点友善字幕版 等你一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